嗯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我是个娱乐解说不禁夸的 今天拿老头对线孙瑟 孙瑟是我最讨厌对线的英雄之一 因为她的那个被动是完美克制老夫子的 所以说打孙瑟不要想着怎么单杀她 清完线直接走就行了 盘古发撤退 不要撤退啊 没有撤退可验 露娜的也全还不敢反吗 等等我马上到 对面中单将贼啊 辅助蓝猎王一群小碎皮 有什么好怕的 什么就只剩一个了 闪线望着之狼 你说露娜乖乖的蓝开不就好了吗 非要红开 这下好了 离Muff开局 别看我们家盘古没有皮肤 他现在是省武盘古 正在冲国服 那今天这个分我肯定是要帮他上的 身为一个娱乐解说 我是很少认真的 我认真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那我先杀一只云中军 拿了云中军有经济的压迟 感觉现在已经无敌了 就这么说 现在来一个宰一个 来两个杀一对 来三个 大招跑路 铁根我感觉对面要怨你啊 哼我怕吗 完全不怕 给对面三秒钟时间跑路 三秒钟他们要还是不跑 那我只能 救救我 救救我 你请求集合 请求支援都不玩用的 你就必须得像我这样 你看孙色和蓝联王都准备约我 但是鬼谷子过来了 你就得大声求救才行 这是巅峰赛 要是排位赛 你就得打开全部大声求救 那对面只要一看到你说这话 当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是约还是不约啊 好家伙我知乎那行 值得一提的是 高剑离这把带的是弱化 你说他带个弱化有什么用 就他那点血 难不成能撑到我们过去吗 我靠 不会吧 高剑离还没死啊 真的有这么持久吗 孙策开船来撞 我半写没技能 这个时候不能冒然上 等波技能cd 你电我 就你有召唤式技能啊 我直接闪现 卧槽铁根不至于不至于 那不行 必须得把气势打出来 就得让这个孙策见了 我就害怕才行 反正和蟹孙策是拿不到了 再把他剩下的两个尊严吃掉 露娜应该是想借云中军飞过来 没关系 飞过来他就呆死 先把露娜捆住 别让他跑了 蓝铁王这样过来了 不用怕 辅助蓝铁王打战是没伤害的 你看这个蓝铁王 他就是后手进场 但是他比露娜先美 就这波操作 哎走位躲船 哎呀 大家都是老头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真是的 怎么都去上路啊 下路都没人管了 你看这个马可有多嚣张 这波单杀马可 睁大眼睛 好好看 好好学 进草松 卡士叶 直接打闪 大闪成功下跑马可 然后抢先清兵 算了编不下去了 其实刚才就是 故意让他放松警惕 让他以为我没有大 也没有闪 殊不知 我的大招又好了 那你刚才大山滚住 自己不就能把他单杀了吗 对 是这样 但是这不是 国服要冲盘古吗 不 盘古要冲国服吗 对吧 给他个人头 让他加点分多一些吗 哦 是这么回事 先别管这个了 刚才我不是说 我们家的高价离带的弱化吗 虽然他非常的抗揍 但是我并不觉得弱化具有什么反杀能力 你就像这波上路两个人去抓他 就准备迎接他的死亡消息吧 还行 换了个蓝灵王 也不算亏吧 卧擦 弱化高剑离这么猛 好家伙 双杀之后 他竟然还剩小半管血 好兄弟 这个药 是给我留的吗 真的是太感谢 行吧 我多少也有点细血 我不吃药也没事 视频开始的时候 我说我不喜欢打船夫 是因为他的那个被动 真的是太皱了 我吹江子牙的时候 被船夫一直在连控 但是江子牙 依旧是两三秒就能垂死 但是打松侧 根本就垂不动 他那个血条掉的特别嘛 而且只要跟他打起来 他那一连串的控制 还有二技能的减速 短时间内你很难走得掉 走不掉的话 他队友就来了 之前我的视频里说过 用亚瑟打孙瑟会比较好打 除了亚瑟 你们还知道什么 对线孙瑟比较好打的英雄啊 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把答案答在公屏上吗 毕竟这个船夫他控制足 而且肉 你线上打不出优势来 他亲王的线就去支援 你也是没办法的 准备拆个高地 哎 蓝灵王 你在这儿回程 我直接打扇 啊 这 哎呀我真的是 但是我今天这个闪线 有点歪啊 第二个大招 望着之拉 好家伙 你仨给这玩儿挺开心啊 还行还行 游戏的本质 它就是娱乐嘛 不过盘古 他应该挺着急的 还是要好好打一波 兄弟们 请把正片开始 打在公屏上 先拿兵线叠个被动 二技能加仓穷 蓝灵王一个21技能 打我是一点血都不带掉 现在没有能量 半血千万不要投铁 少个机会 露娜想要过来清兵 等他飞过来的时候 直接把他捆住 不要给露娜切萌芽的机会 毕竟马可还是要靠萌芽去打 死血也不能送 谁送谁死 这一波我想最紧张的 应该是盘古了 看到他立国浮游进了一步 真的是由衷的替他感到高兴啊 等兵线的时候换个装备 电刀一出更加丝滑 因为对面的孙策快复活了嘛 出过电刀 孙策复活直接开船来撞 都没有机会的 最后也是获得了 卫国盘古的赞赏 哎呀害羞害羞 我靠铁根你真恶心 总之王老头记住一句话 绝对不能送 你跟对面谁送谁死 明文出庄就是这套 喜欢的朋友可以备战一下